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场议程 那接下来的主题是 The pitfall of integrating Lula with Python 由郭学聪所主讲 那请大家和我一起欢迎我们的讲者 那大家好,我是郭学聪 那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 The pitfall of integrating Lula with Python 那他基本上就是在讲说 把Lua内迁在 Python 之后 在整合上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好,那自我简介一下 那刚刚说我是郭学聪 那目前是在游戏公司担任backend的RD 然后基本上有看到这张图都是我画的 然后这是我的Spec 大家看一看就好 如果要不及看那个画面的话 回去可以看录影的画面 就这样子 那我们快速的进入我们今天的重点 那首先我现在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Lua这个程式语言是什么东西 那他有什么特性 还有他的应用方面是有什么东西可以使用 那再来的话我会介绍一下 Luba这个Python module 他是怎样可以把Lua内迁在Python里面 然后他提供什么样的特异的功能 然后还有方便人家使用的一些特性 然后再我们就要提到说 这整合之间所会需要用到 会碰到的一些问题 那要怎么去解决他 那最后就是提出一些解决方法 那也欢迎说大家如果在那个 有什么任何意见的话 可以在Style里面反应 那最后就做个Live Demo 大概是这个样子 镜头吗 看一下 好 那 镜头有吗 有吗 有嗎 好 好那我繼續再講下去 不好意思剛剛有一點點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來講一下那個路好是什麼樣的程式語言 那有關路好這個程式語言呢 他的那個 內容是 他的那個寫法大概是像這個樣子 那這裡面他有包含說 我們這邊先訂了一個那個階層的方選 那他大概像這樣子寫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要求那個使用者輸入一個 提示使用者輸入一個number 然後這個number 輸入完之後 丟進方選然後再做計算他就會算出結果 那就很簡單一個程式讓大家知道路好的風格是什麼樣子 那有兩個dash 有兩個那個haven這個東西是 註解的意思 那大家 可以看到說路好的那個程式語言看起來 相當簡單 然後 除此之外他有幾個特性 就是第一個是他的 CPU跟記憶體的使用量 就 基本上非常的低 然後 也因為這個關係所以他很適合牽在各種不同的那個 系統裡面 然後作為一個embedded的long time來執行 那除此之外呢 這路網裡面他有一個很有趣的特性就是他什麼東西都是table 那包含說連array都是一個table 那意思就是說 你甚至在那個使用array的時候你可以指定一個sparsarray 然後 這個array裡面他的index不必然是連續性的從1到100 這樣中間可以缺好 這樣子也沒有問題 這跟JS的sparsarray特性是很像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有關於他的應用方面就像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他的那個使用 起來其實非常的那個容易上手 所以也很適合說那種非城市科班出身的 多媒體創作者或者是遊戲業界的企劃來使用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講一下什麼是lubar 那這個東西是幹什麼呢 他其實就是把lubar跟lubar的jit整合進 派場裡面然後讓lubar可以遷入的方式在派場的執行環境裡面執行 那 其實他有一個前身叫lunatic派場 那 他也是從這邊fork出來的一個新的module 那是本身是用派場寫的 那有一些那個 除了基本lunatic派場有的功能之外 他還加了coating的support 然後目前是出到1.10版 那而且他出的時間其實就在一個月前 雖然他其實有很久沒大感覺我本來以為他要死掉 然後看一下1.10又出來了 還不錯 然後這是官方介紹的一些那個feature 那 列的東西其實有點多 不過 等一下我們會來總結一下他的一些重點 就是 像剛前面講的lubar本身是那個 效率很高的才是圓 所以他的那個效能 還是 細體的戰狀況其實都比派場好上許多 當然這我不是要批評派場來講的 而是因為 人家先天就是設計成輕量化 但是相對來講也是什麼功能都沒有 所以他才有辦法 這麼快 就是要先練神功 必須是滯功的一個概念 那再來就是 有關於lubar table 跟派場底旋 我們基本上如果要兩邊的那個系 動態系統去做資料交換 臉部也要做一些 操狀資料的傳遞 那這時候把派場底旋 丟過去或把lubar table傳過來 就是一個可行的方法 然後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派場的那個 performance跟lubar performance 比較起來大概是什麼樣子 那這邊有一個範例的程式吧 他做的事情很簡單就是 把一個數字從1加到n 那這個是派場版本的那個方式 那我們下面 開了一個lubar的runtime 然後也是做一樣事情 就是從1加到n 這樣做雷加 那我們接下來來計算一下他的那個使用時間是什麼樣子 那我們把這東西 跑起來之後呢 那就可以看到說 他的那個效能大概是像這個樣子 首先是那個派場3呢 派場3他這邊的那個 需要的實行時間大概是7.8秒左右 那如果是在lubar裡面跑的話 就是大概2.9秒 那可以看到說如果你今天純粹 比那個square的值值翻的速度來講的話 其實lubar的那個lubar downtime是非常快的 然後 不過還有一點要提是說 如果你今天用派場這樣子的那個 jit的runtime去跑他的話 其實派場又速度又會更快 不過這當然無可後費 因為他畢竟是先 把那個 長跑程式把翻證機線把再來跑 但也可以證明說 lubar他的那個質疑的時候速度就已經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就是 在lubar跟派場的整合上 lubar這個module他可以提供一些東西給你用 比如說 你可以把派場方形當作參數傳進lubar的runtime 或者把那個lubar的方形當進方形傳進派場的runtime 然後派場的dition 那兩邊都可以互相交換資料沒有問題 所以我才說他的那個整合性其實做得非常的好 然後 再來的話就是說我們來看一下那個gips一個使用範例 那有關於那個使用範例來講的話 lubar的那個 整合上來說 我們可以先用那個lubar的runtime 先開一個lubar的runtime instance 這個東西就是之後你要跟這個runtime做打交道的那個 物件 然後 訂一個方選給他 那這個方選是一個方選進去然後去跑他 就這樣子 其實也不知道幹什麼用 那我們就把派場定義的 add方選傳進去加1的整個方選傳進去這樣子 那這個lubar方選 他會 把派場方選吃下來 然後回創回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就把2變成了3 所以確實的達到了 派場方選可以在lubar裡面使用 派場方選也可以在派場使用 這樣子的特性 那他有一個那個 掛在gobo的 模組叫做派場 那這個東西 會提供一些 在派場執行環境相關的方選比如說Evaluate 或者他billar下面有那個派場的各個global的billar方選 都可以在這邊存取他 然後再來的話是 如果我們今天訂了一個派場的ditioner的話 那我們要傳進去給lubar方選 我們就可以像這樣子去使用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這個方選裡面他只做了 object的get的動作 get的這個 key的這個動作 那你會發現到他get的這個key出來的結果 其實就等於是我們這個d裡面的這個倍率 OK 那這邊也沒什麼問題 那再來要提醒一點的是說 在lubar的光碳裡面 object的那個括號s跟object.x 這兩個東西是等於的 他的操作都是 去存取table裡面的某個key 就是這樣子 那但是在派場裡面 實際上 這個object x前者這個東西拿的是這個collection裡面的 某個 元素 那 s這個東西呢 則是拿這個object裡面的某個atrib 所以在派場裡面的這兩個意義是不一樣的 那為了要做這個對應關係呢 你可以在傳進去的時候 把派場的那個diction傳進去lubar的時候 用s icon-gator 那他 在lubar裡面存取的時候就會是拿他的那個key 那在atribute的get的話就是會拿他的 object的那個屬性 那所以我們這邊就給一個範例 可以看到說上面這是給item-gator 然後下面這個是給atribute-gator 那我們就 把這個東西 分別去傳進去之後會發現到說 item-gator這邊他所拿到的這個東西確實是他的那個 這個collection裡面的某個元素的key 還有他的value 那如果是atribute-gator的話拿到則是這個東西裡面的 這個object裡面的atribute 那他的特性大概就像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如果定義了一個 luar的array的話 luararray是像這邊這樣子寫的 那定義luararray之後 對他給了那個table1的話他會拿到10 然後table4的話會拿到40 那這邊要提醒一下是luar的那個array 他是從1開始 他並不是像多數的程式語言是從0開始 計算他的index 這點跟其他不一樣 那當然這個有方便於說 非程式設計師背景的創作者去使用他 不過對我們平常有受過程式訓練的人來講 那他就是一個累贅 不過這個見仁見知 因為畢竟 那個語言設計的方針是不一樣 那我們回頭 回頭過來看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table呢 他下面有一個list 然後這個list呢 會 所以這個table丟給list之後你可以把他的那個key一個一個這樣拉出來 那如果你把tablevalue 丟進去list的去做ithelation的話他拿到就是他的value 然後 丟進lain的話就可以拿到他的數字式 大概像這樣子 所以可以看到說他的整合性其實做得非常的好 那如果我們要做spass的那個 array的話也可以像上面這樣子開 那他這樣子的話這個array的那個 內容就會是個1 然後我們如果丟像是20mapping到-20 3mapping到-3的話 那 key就可以這樣子去 做存取 然後下面這邊有那個mapping的v mapping裡面把他的vade全部都挖出來做sort 之後就是像這樣子 這樣子 那或者把他的那個item用tuple的list把它拿出來 也會變成像這個樣子 然後 你也可以而散新的key給他 那他 就會變成像16行這樣子 那甚至你也可以 把那個key而散完之後再做一次sort 那他的結果就會像下面這樣子 好那我們接下來講他的陷阱在什麼地方 剛說的 我們今天要用luva的原因是因為要 給一個python的run time 跟python去做整合然後去使用它 那 這個東西 在使用上看起來整合性做非常好 但整合性的另外一面 他也是一個應該說他可以說是一個雙面刃 那這個雙面刃從另外一面來講就是你整合性很好 你等於是開漏洞 給人家賺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假設今天有新人是 比如說 我這樣講好了 不是 城市 不是城市背景的人今天用這個luva來使用你的系統 他可以 透過一些特殊的方式去assess到你原來python 裡面全部的東西 那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我們 那原因就是因為 這個python的 那個 這個 module在luva run time裡面實際上是可以被存取 意思就是說你可以 用它去指揮python run time 去做那個 奇怪的事情 那我們舉個例子來看 首先我們在luva裡面去 把python這個module裡面的東西 都列舉出來 那可以看到說他提供的這些 utility function 包含說像剛剛的 Atlet Atlet Python Evaluate Iteration 還有Iteration 這個是 把他的keyValue一起高出來 叫IterES 然後 immunerator 也可以使用 這樣 然後 重點是下面的這個builder in 這個builder in有什麼特別呢 我們繼續往下看 如果我們把這個builder in東西 透過pythonbuilder in dir 去把它列出來 你會發現到 哇塞不得了 你看他從那個 LongTime的那個error啦 他的那個builder in function 通通都可以列得出來 那這表示什麼事情 這意思就是說 如果今天有新人士他想透過Lua去 二搞你Python的話 他只要在Lua的RongTime裡面 就算你今天沒有把Python Code拿出來 給人家做編輯 但是 你有開放LuaRongTime給人家改 那意思就是說 人家只要在 LuaRongTime裡面 Eject一些東西 那你就死定 那為了 迴避 為什麼會造你這些問題呢 原因是因為說 因為那個剛剛說那個PythonRongTime他全部都曝露給LuaRongTime 所以你可以在LuaRongTime裡面做任何無二搞的事情 那 再來的話是那個 兩邊的那個Data交換也因為太過方便關係所以其實你也可以透過他的Python 如果PythonRongTime丟過去LuaRongTime之後你也可以去二搞他 那要解決這問題怎麼辦呢 我個人看法是說雖然 Lupa提供這些整合高度整合性確實是很好 可是實際上 比較好的方式應該是你就傳LuaRongTime原生的資料給他 並且去封殺所有可以存取 Python系統 或甚至是你自己系統本身的一些東西 去做完全的隔離這樣會比較好 那怎麼做到這件事情呢 我們先來舉個 舉個例子來看一下 這是說 如果我們 我們先來看一下PushWG的部分好了 我們可以看到說LuaRtable 如果今天這樣子訂了一個table之後 然後這個table呢他把 他定義A,Mate頻道E,B,Mate頻道E,Mate頻道E,Mate頻道3這樣子 然後 我們先看一個特性就是說 他剛剛那個長度 抓出來的時候會發現 這怎麼跟Array不一樣呢 那原因是因為說他這個是純粹的table 並不是像剛剛是那個 Lua裡面的 Array這種特殊的形式 那你必須要把那個Item挖出來才會是3 那我們就可以證明一件事情就是說 這邊實際上你把Lua Table直接丟給那個Python來做的話 其實他有一個整合性上的問題是 你雖然他操作起來看起來很像 但實際上又沒有那麼的像 有一些特性你還是不能使用他 那所以像剛剛說的 我們平常會用那個 用那個Python低選擬 或者是Collection的Lane Gate SetDeport 這些通通都 沒有辦法方便使用他 所以我們也需要用 Uttt function 去做一些輔助 才能讓Python用 更方便 那也因為這樣關係所以還是鼓勵大家就傳位了之後 做一些轉換 然後變成原生Python低選擬會比較好 那怎麼解決這些東西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第一個是說我們剛剛講 Python的那個 Uttt function都暴露在Lua的方態 那意思就是說我們其實在那個 把這Lua丟給非創作者或者是其他程式員或者是給那個 使用你程式的人使用的時候 應該要把這個GoboDepa跟Function 通通都先幹掉 把它封殺掉就對了 那再來的話就是Python低選擬跟LuaTable之間 盡量做轉換 在Lua的Round Time 用原生的東西 那Python這邊也是用Python原生的東西 這樣子才可以做到完完全全隔離 那把Python低選擬轉成LuaTable 我們可以用LuaData這個模組 那把LuaTable轉成Python低選擬的話 很抱歉基本上就只能自己硬幹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有關於LuaTable 的那些存取 因為LuaTable在Lua裡面其實畢竟有一些特性跟Python的低選擬 不是那麼的像 那所以你也可以準備一些 Utt function給非創作者去使用它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是說把LuaRound Time裡面 比較高危險性的東西拿掉 像如果你要封殺Python的話 你就是把Python定一層利用 然後 IO跟OS不想讓他去 用來去存取你的系統資源的話 你也可以把他這樣封殺掉 或是甚至是說如果不想讓他去import一些 其實怪怪Package的話你可以把LuaR跟Python這兩個東西也都封殺掉 然後最後執行這段程式 他就直接 在LuaRound Time裡面就 直接完全拜拜 然後你就不用再擔心會被害入問題 那有關於LuaTable轉成Python低選擬的話 第一個是 把Table轉成低選擬的話我們可以定一個像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可以看到第三行到第11行這樣子的東西 那 如果是把那個 Dictionary轉成Table的話 剛剛前面有說一個LuaData這樣子的 那這個東西 他的做事情很簡單 他裡面有提供一個16Rais的方式 你把這個Python丟進去之後 他就會轉成Lua的 Table的表述式 就像我們剛剛前面講那個Table的定義方式一樣 你把這個東西再丟進去Evaluate之後 他就是一個純正的LuaTable 沒有什麼 而 添加物 講好像跟食物一樣 那 這個Table丟到Lua方選裡面之後 他處理完所得到result的Table之後 你再可以用 剛剛的這個ConverterTable to Dictionary把它轉回來 那我們這樣就解決了這些問題 那有關於Utt方選的部分呢 剛剛說像那個TableSize拿不到啦 然後Table沒辦法Clear 要手動Clear或者GateTable 或者做比較像是那個Python Dictionary的setDefault的這樣的東西都沒有 但是你可以透過 準備這些方權在LuaRuntime裡面 然後讓他 跑過一遍之後 其他非城市的設計人員 這個存取Table的時候就可以用下拍檔的形式去使用它 好那我們接下來做個Live Demo 不過Live Demo原則上都是Live Demo 就像我的攝影機壞掉是一樣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這段Code的幹什麼 那 這段Code就是把我們剛剛說的那些東西把它整合起來 然後我們就先這樣子把它布置過來 然後丟到這邊來跑跑看 好 那 可以看到那個有一個Python Dictionary長這個樣子 然後呢我們把這個東西先用那個 這樣把它轉換成Table 然後這樣這個T就是Table 那你把這個T 丟進去Lua function 那可以看到說他把Table東西列出來 其中7這個東西他本身也是一個Table這樣子 就操作我們Table 那接下來你可以再把這個T2呢 這樣子他就可以把它轉換成那個Python Dictionary 那其實他也沒做什麼事情就把Table列舉出來然後再丟回來 那如果這個Function裡面要進一步去對Table做出力的話 你可以用 就做一些那個 你想要的各種操作都OK OK 那我們再回來看 那這個就是剛剛說的Demo大概就這樣子 那我們最後做個結論就是 總之 程式語言 基本上 我個人比程式比較重力看吧 就是說每個領域都有他自己 適用的一些程式語言 那 選用在那個領域比較支援比較多然後比較好去操作他的那個程式語言 其實對你的那個各種工作都是事半功倍 那所以我們也不用 特別去看待說什麼東西 當然這不是說在第一次拍檔還是這樣的 我認為是說什麼東西 就是調你試用的那個程式語言去使用他 那其實就會達到示範功倍的效果 像你也不可能說丟給創作者然後要他們寫 Python Code 這根本是要他的秘密 那所以我才提出說 其實可以把Lua整合到Python裡面去 然後 讓Python 提供一個Lua的Long Time 讓那個 肥城市的 對景的人員去使用他 然後讓 他跟你的系統整合在一起運作 部位常常都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然後就是成為Python 希望大家成為Python與Lua的橋樑 給大家的那個鼓勵 那最後有關於資源的部分就是Lua的那個官方的網站在這邊 然後Luba的那個Python的一些介紹 他的麻雀介紹在這裡 那還有剛剛說 Python提供也是一軟指成LuaTableTap描述式的這個東西 是透過LuaData 然後 然後 這次的那個 投影片分享是我們Firebox跑黑黑MD的那個 投影片 然後 廣播的那個 工具是用那個Python的DC-G100的那個CAMO 然後還有 那個123個這樣子鏡頭 我很不幸是因為現在攝影機掛掉 等一下我們再看一下怎麼辦 好那最後就是QA時間 看一下大家有什麼問題 好那謝謝 雪聰 所帶來的演講 那接下來就讓我們進入QA的時間 我這邊有一個問題想要來請教雪聰 就是 通常會是什麼樣的 場景 然後才會需要 把 就是用Python去整合Lua 通常會應用在什麼樣的場景 應該這樣子講就是說 我現在是要怎麼說 像我們剛剛前面有講說我自己是遊戲公司的 那遊戲公司他本身可能會需要用一些那個 就讓那個比較不是那麼硬派程式或 就是職工出身的背景的人員 去規定一些遊戲的那個規則 這是一個可能的使用案例 像 我舉個例子來講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那個 FMORPG 這類線上的遊戲 那其實有一些比較大型 比如說手機的系統 比如說 啊我順便 我不知道要不要幫Square打一下廣告 像他們的那個F24 其實他在做一些那個 他們當初營運的時候在做一些 一些遊戲的一些事件 這部分有很多地方都是用Lua去描述 那 除此之外呢像是那個 那些那個多媒體的工具 他裡面如果要去做一些可程式化的 一些整合工作 其實有蠻多都是用Lua去做整合 那但這個情況跟 跟3D業界不太一樣說 在3D裡面比如說像是那個用Blender或者什麼的 因為其實3D有很多那個 那種所謂的TD的技術人員 其實他們很多都是城市背景很硬的 那一些人員 那其實他們用拍展對他們來講是得心者 而如果今天是對那個 遊戲業界 又或者是比較那個個人的工作是這種創作者 而不是那種集體規模的大型的電影公司的話 那其實Lua的LongTime跟那個 Python來講 對他們來說使用Python其實並不是一個很方便的一個方式 了解 好 那 謝謝 學聰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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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